難怪你看 習近平這麼想要當皇帝 而且還跟你硬著幹 我可能要當萬年皇帝的人 竟然在聯合國上求饒示弱 這個狀況太不尋常了 對習近平在聯合國講的話 其實還蠻值得玩味的 他不是說不是這個 誰的拳頭大 誰就是強權 不可以霸凌 不可以霸道等等 那現在到目前為止 看法很兩極 有人認為說 那是演的 共產黨最會演戲 對他共產黨福音的哲學 叫做趁你病要你命 那現在因為美國比他強 所以他就好吧 我就暫時當一下小的好了 裝孫子就裝孫子 對那另外一種說法是說 習近平的確面臨了一個 非常大的內憂跟外患 外患的部分大家都很清楚 現在全世界 本來是只有美國最積極 但是現在最近自從川普 在聯合國指控說 這個叫中國病毒之後 現在澳洲也開始跳出來 澳洲說要查清楚 這個病毒來源 到底是從中國來的 所以現在看起來 歐洲澳洲 美國日本 大家開始對中國 隱隱然成一種包圍的態勢 那對習近平來講 當然壓力很大 當然壓力非常的大 那包含斷你的晶片 讓你的華為 可能明年這家公司 可能就不存在了等等 那所以這是他的外患 那他內憂是什麼呢 大家覺得習近平 你不是都已經修憲了嗎 你已經把國家主席一任五年 兩任十年任期制都取消 你可以當皇帝了 那你還有什麼內憂呢 其實我跟你講 你如果瞭解中國共產黨的政治 權力的結構 你會發現習近平內憂還真不小 第一個習近平一個人身兼三個職務 國家主席 共黨總書記 還有軍事委會主席 軍委主席 那這三個職務裡面呢 有任期限制的叫國家主席 他就是兩任十年 那已經被習近平取消掉了 那總書記跟軍委主席呢 他本來就沒有任期限制 就隨便你要幹幾任都可以 只要你有這個實力 就叫實力原則嘛 所以我們過去看到鄧小平交班之後 他軍委主席繼續幹 隔了幾年之後江澤民才當上軍委主席 然後一樣江澤民交班給胡錦濤的時候 也是軍委主席繼續幹 隔了幾年之後才換胡錦濤 同樣道理 好那現在習近平面臨的內憂是什麼呢 因為在中國共產黨 目前的台面上的勢力 看起來分三大派 一個叫太子黨 一個叫青年團就共青團 一個叫江派 那江派的主要勢力範圍在上海 那江派呢 現在在政的方面 人比較少 但是呢 他掌握的是經濟 就江派搞了這麼多年 A這麼多年 其實還蠻有錢的 然後再加上他們的藻牙 分布在中國各個不同的重要產業裡面 那青年團 習近平本身是太子黨 照理說太子黨應該最挺他 對不對 但是大家記不記得 習近平一上臺的時候 先幹掉了另外一個太子黨 叫做薄熙來 那薄熙來是因為想 想刺殺習近平嘛 所以情有可原 可是對不起 最近前一陣子 任志強被判刑18年 對 任志強是不折不扣的太子黨 他是紅二代喔 對 那在 其實在他們的紅二代的排名裡面呢 習近平的排名還不算是很前面的 對 因為他們看爸爸誰官比較大 那習習仲勳的官當年其實並沒有很大 所以本來習近平應該是結合太子黨 然後一起把江派跟共青團把它鬥掉 可是習近平因為把任志強給開了刀 所以呢現在造成太子黨裡面開始有些勢力在反撲 比如說像現在跑到美國那位教授蔡霞 他也算他也算紅二代啊 他也算紅二代 他不是紅二代他還紅三代 所以現在習近平面臨內憂就是說 原本應該挺他的太子黨現在顯然都已經開始 有些人對他很反感了 好那接下來呢 最近中國發生兩件事非常有趣 第一件事情是已經消失很久的李克強 突然在上海出現了 記不記得李克強那時候講地攤經濟的時候 是被王滬寧所掌管的宣傳部門是毫無 毫無不留情面給你打臉喔 對 他跑到上海去 我們都知道上海是江派的地盤 所以李克強去上海呢 也有兩種解讀 一種解讀是呢 我幫我們習大大去看一下上海 因為中國十月份要開這個 他們的五中全會 就在五中全會之前呢 我去幫你穩固一下上海 想把江派搞定 另外一種解讀呢 是李克強呢 跑到江派的大本營上海去 去跟江澤民宣誓效忠 跟江澤民宣誓效忠 雖然我是習近平的人 但是因為習近平最近不給我面子 所以我要跟你宣誓效忠 反了有可能 習近平最近真的不給他面子 對 所以你看習跟李最近的關係看起來 其實我比較相信第二種說法 就李克強心裡也會不爽嘛 對不對 我講了那麼多 你不做也就算了 幹嘛叫王滬寧下令中宣部 叫央視來帶頭打我臉 很可怕 好歹我是國務院總理 也是中國第二把交易 另外一件事情很有趣 王滬寧 王滬寧是習近平的人吧 而且他管中宣部 王滬寧30年前寫的一篇舊文章 最近在中國網路上瘋傳 那篇文章講的是對文革的反思與檢討 那個重點的內容很簡單 只有一句話 就是說呢 王滬寧當時在那篇文章裡面 他說當時為什麼發生文革 是因為我們共產黨裡面 沒有民主的機制 所以很容易造成的權力一人獨大 造成這種文革的社會悲劇 那這篇文章講的是30年前的文革 可是你如果把這篇文章 拿出來描述現在中國的政治局勢 是不是一樣也非常的貼切 好有趣的就在這裡了 王滬寧管中宣部 那他可不可以讓這篇文章下架 當然可以嘛 可是呢他沒有封鎖 甚至有人懷疑說 這搞不好是王滬寧自己丟出來的 很可能 因為他管中宣部嘛 所有的網路都他在管嘛 所以這篇文章最近在中國流傳 而且流傳了一段時間 竟然這文章繼續存在 這很奇怪 因為我們前一次看到 中國很多流出來很多文章 可能秒三 但是這篇文章一直在流傳 所以接下來十月份 要開的五中權位 他有多重要呢 因為下一次的二十大 是在2022年 而習近平任期 國家主席任期 正好就到2022年 所以十月份的五中權位 基本上會討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討論 習近平跟李克強的接班人是誰 對 接班問題 對 接班問題 會浮上檯面嘛 那現在最近在中國的圈內呢 傳出一個 我認為可信度很高的說法 就是習近平 你一個人兼三個位子 太辛苦了 國家主席 讓你繼續做沒關係 你高興做到死 OK 我們沒意見 那總書記跟軍委主席 麻煩你讓出來 那是有實權的 對 尤其你就那行人 習近平他國家主席 雖然幹到死也沒用啊 因為第一個 中國是以黨領政 所以共產黨的總書記 一定比國家主席大 那當然 第二個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 福音槍桿子出政權的國家 誰掌握軍委主席 槍桿子在我手上 我管你國家主席 隨時都可以 坦克車開到中南海 去把你幹掉 真的 所以這個是反習派 現在正在集結當中 那所以習近平 前一陣子在聯合國大會 講那個話 我覺得搞不好 他是有感而發 他講的不是中國的處境 而是他個人 現在所面臨的處境 所以如果習近平喊得越大聲 就像學偉剛講的 接下來騎道大摔 中國接下來真的可能就慘了